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了 還是有請蔡主委 主委請 主委 大家都非常關心 核安的問題 那現在因為上週 日本的311 我們的地震核災問題 一週年了 所以在我們媒體報章上 大家都大肆地在 高知國人要重視 我們核安的問題 所以主委我想請問你 我們的核一、核二場 核三場 核一、核二場 如果再發生 日本那種大海嘯 大地震 我們核一、核二會不會淹水 假如委員講的是說 發生像 這個福島 它最高上梭高度到 三十幾公尺 但是廠區上梭高度到差不多 十五公尺的話 那當然 廠區裡面是會淹水 對核一、核二來講 因為它的高層 大概只有十一到十二公尺 所以當然是會淹水 那我們在新建中的核市場 會不會有危險 這樣子講說會不會 那就要看我們抗海嘯的 這個能力是怎麼樣 能力 我是說311那種 極速的大海嘯大地震 你們應該事先要模擬啊 跟委員報告 以日本福島的那個規模 在我們這次核安總體檢裡面 我們把它歸類在叫做 超過設計基準 的這樣一個事故 那我們這次核安總體檢 對於超過設計基準的事故 也有些因應的做法 譬如說剛剛委員提到說 那會不會淹水 是會淹水 可是呢 我們就加強這個 譬如說這個海邊的 那個緊急海水棒的那個 水密的這個功能等等的 所以我們當然 儘量在這個超過設計基準的 這種事故的時候 我們還有能力來應付 那也包括 也包括我們相關的一些 這個電源的設施 也希望不要因為這樣子 而受到影響 那假如萬一真的受到影響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的來加強 應付全黑的能力等等 這個都是在我們核安總體檢裡面 要考慮的 如果不會 不會淹水 那您說 在核定的那個災變的緊急的 機制的 會嚴格的來控制 但是如果在 嚴格的控制我們的核災的話 會在園區內對不對 如果說在這個園區內不會擴散的話 那你怎麼保證 不會擴散到外面 或者說我們核災的輻射 這個輻射的話 怎麼樣再控制 不向外來擴散 是吧 委員這個問題當然很好 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還是還是回到我們 核安總體檢的精神 就是在我們的設計基準的範圍之內 我們當然 希望能夠保證 這個所有的安全系統 都能夠發揮它的功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不會有 輻射這個外事的這些情況 可是在假如超出設計基準的話 像剛剛委員問說 那假如像福島的那樣子的這個程度的話 超過設計基準的話 那當然我們的做法就是 不要讓它影響這個大範圍的這個場區 外的民眾跟這個環境 那這個部分有很多因應的做法 包括場區內怎麼樣讓事故不會演變到那麼的嚴重 包括場區外 假如說演變到那麼嚴重的話 怎麼樣去疏散等等的 不會讓民眾受到安全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都有能力去控制 我們有能力去控制 我想我們就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是 好 主委 我再請問一下 我們台電向我們的政府追加500萬的預算 對不對 你說台電的核四 對核四 針對核四 這個是報紙上講說要再追加500億 500億 500億的預算 但是詳細的數目之後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看到資料 你不知道 是我還不曉得 我們的馬政府 正在推 希望說我們2025年要有非核的家園這種目標 但是我們核四到現在還不能商轉 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的核一核二核三 就不能廚藝 不能停工 要繼續的再運轉 對不對 現在是吧 是 對啊 現在目前是 所以 主委 沒有停工的這個 我們的核四從設計到發包 到開工 到停工 再復工 15年了吧 看你要從哪個地 哪個點來開始算 時間就是很長了 是不是 對 假如從那個最後一次絕標 大概記得是1993年 是吧 92還是93 那附近 從那個時候來算的話 大概將近20年 對 這個是全世界最長最高的紀錄 所以我認為 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主委你認為合理嗎 當然是不合理 不尋常 應該這麼講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如果說我們的園能會 在我們的經濟部 大家能夠有個方式 能夠怎麼樣 那趕快的來商轉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說給你核四場追加這500億的預算 你有沒有期限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來商轉 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公期喔 不是園能會這個主管的啦 是要經濟部 所以假如委員剛剛那個問題 去問經濟部部長 我想他會從他的立場來回答 那 叫我去問 不過不過我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委員應該是會很關心 那我們從可能安全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會預設一個他 這個公期完成的時間 那我們會從他的施工跟測試的過程裡面 就我們的安全管制的點 去做好安全的把關 所以是一一無期 你們預估的期限都沒有 我想期限也一樣不是我們預估的 我們當然也 也對 說實話 台電它對於期限 對於公期沒辦法掌握 對我們來講也是造成一些困擾 所以它要一一無期 我們核一核二核三 算是在安全的使用嗎 喔 核一核二核三當然沒問題啊 沒有問題 對 核一核二核三沒問題 所以當然我們也是要盡快的 讓我們核四商轉之後 才可以 還是要他拿廚藝啊 對不對 就是 目前政府的政策 馬總統這個 這個去年十一月講的 當然就是核一核二核三 這個 這個 所謂的穩定減核 就是核一核二核三 到了四十年 這個執照期之後 不再研議 然後 這個核四希望它盡早盡快的 能夠安全的運轉 那我想這個這個這個政策 方向還是這個樣子 好 主委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的臺電啊 我們的臺電 最近在說 要立即廢除 廢核 就會造成停電 限電的可能 那主委這個是事實嗎 跟委員報告 我也不是那方面的專家 可是 只是從一些這個 臺電提供也好 經濟部提供也好 的一些資訊來看的話 未來幾年 我們的這個 被載容量 是會逐漸再減少 再降低 那 那我不曉得 委員剛剛念的這個是講 說 這個是未來停呢 還是說現在停 那假如是現在就停 假如是現在就停的話 呃 被載容量目前大概是 二十個Percent左右吧 那現在假如停的話 大概會使被載容量降低到 呃 七八個Percent大概是 那那樣子的話 當然你說會不會就有限電的危機 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是有風險的 是有風險 是 不是恐嚇民眾 呃 以過去幾年曾經也有一些 這個限電停電的那種危機 這個狀況來評估的話 是會有 是會有風險 是 主委 剛剛大家都在提到齁 就是說我們的 核四的安全監督委員會 相繼的很多的委員都請辭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也能會 自己的感覺到 是不是很無力很無奈 那我們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能不能確保他的安全 我們請主委 把你真心話告訴大家好不好 我想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我沒辦法講說 核四是安全的 因為他現在還在新建 沒有辦法確保 因為他還在先建嘛 他還在這個測試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是朝著 向核四 最後能夠確保安全 然後我們 假如在這種條件之下 我們會給他這個燃料裝填 這個方向去做 可是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當然還不到這個時候吧 我們要相當注意這個問題好不好 安全 核安的問題 那當然 還有就是主委 因為那個我們的 廢核料最終的處理場 的那個場子的問題 一再的在拖延 去年原本選定 要延到105年 才能夠確定 落腳的地方 但是台電 在這個處分上 看起來 還是不太願意 將我們廢核料的處理的地方 安置在哪裡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希望 將廢核料 在我們的家園附近嘛 對不對 所以在105年 能不能真正的解決 我們廢核料的處理問題 我想委員講的應該是最終的處置 對 以目前這種低放置性廢棄物的處理 或者是儲存來講 安全上是不是問題 安全上不是問題 但是假如是講最終處置的話 那他是強調要做一個非常長期的 大概三百年左右的這樣一個處置 那以目前來講 當然規劃是105年 我想是做不到了 我想是做不到了 那可是我想我前 剛剛前面在回答委員的問題的時候 我還是強調 就是說我們沒有那麼多 那麼從安全的角度 從這個儲存的這個空間的角度來講 沒有那麼大的急迫性 說在105年 一定要找到一個最終處置場 唯一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考慮到蘭嶼的這個 我們的同胞 這個過去蘭嶼 很長的一段時間 蘭嶼的這個民眾 一直希望廢料能夠搬出去 那假如說有最終處置場的話 當然就比較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那可是可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假如到105年沒辦法達成 那當然就在往後 那所以對蘭嶼的同胞來講 當然是一個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困擾 好主委 那就盡快把我們的 可是 可是 可是對原人會來講 其實 最終處置場不是唯一的選擇 不是唯一的選擇 所以假如台電有 或者經濟部 我剛才報告裡面也講了 有任何安全的 處理的方式 能夠把蘭嶼的這個廢料 運出去的話 只要符合安全 我想我們沒有意識立場 好主委 安全是我們核能發電唯一的路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核市場 要盡快的能夠商轉 不要遙遙無期 如果我們核能發電 這個讓我們國人這麼不放心 又那麼恐懼 不安 又不能提出的一個保障的話 我希望我們趕快能夠找到 其他的能源 讓我們大家的生命財產獲得保障 好不好